薄熙来事件后中国政治情势的走向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英国媒体报道 长期以来薄熙来的许多支持者坚决反对改革 薄熙来事件爆发正好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启动正改的良机 中共总理温家宝和他的盟友希望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争取更多支持 评论人士认为胡温要想正改 让中国百姓真正走向民主 就必须彻底清除血债派 抛弃中共体制的束缚 否则薄熙来事件成不了中共正改的起点 只是权力重新分配的起点 BBC中文网引述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中共高官和接近领导层的消息来源指称 长期以来薄熙来的许多支持者坚决反对改革 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正在试图利用薄熙来倒台的契机 推进宪政改革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李诚认为 薄熙来案件是中国宪政改革辩论的转折点 要说改革会在几个月或者几年时间实现 这是天真的想法 但是现在看来正好是需要推进改革的时刻 时事评论员栏树表示 薄熙来倒台 整个阻挡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手上有血债的人目前正处在四分五裂分崩离系的状态 如果胡温有胆识确实可以提供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转型机会 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无疑是给胡温突破中共目前的这个政治体制的框架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条件 报道说温家宝和改革派已经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 因此温家宝和他的盟友希望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争取更多的支持 莱淑表示如果要改革 那么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手上有血债的那些人的权利拿回来 因为所有手上有血债的人 他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层面的改革的 因为任何层面的改革都有可能使目前把持权力的手上有血债的这一批人 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 所有的手上有血债的这些人 他们手上的权力是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审判的一种工具 所以说他会死死的把持住这种权力 薄熙来事件爆发后 传出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是政治局常委里唯一一个反对处理薄熙来的人 中共两会期间周永康又亲自坐镇重庆团力挺薄熙来 报道说了解中共党内斗争的人士表示 薄熙来倒台使他的支持者受到冲击 这些人物一直强烈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改革 反对司法独立 这些人包括周永康 吴邦国 李长春和江泽民 蓝树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必须清楚的认识到 在现行中共体制框架之内的改革最终都不会成功 因为中共的现行体制 它是一个执政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这么一个体制 那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特权而存在 那么你怎么可能最终去达到民众对权力的监督 怎么可能最终达到防治府 这种体制已经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所有的国家都试过了 统统失败了 评论员杰森表示 整个中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个政党 没有中共不断的折腾 中国本身是能够健康稳定的 而且高效文明的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